好 看來梅雨封面過後 已經雨過天晴了 淑莉今天在高雄爬爬走 淑莉早安 嗨 家如哥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的淑莉氣象爬爬狗 來到我們高雄的大樹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幾天 從上個禮拜到這幾天 在這個高頻地區 梅雨下得又大又急 然後淑莉超擔心的 到底我最愛吃的玉荷包 有沒有受到損傷啊 趕快來看看現在 我在這個玉荷包的果園 有看到嗎 結實累累的玉荷包啊 讓我鬆了一口氣 尤其這玉荷包你不要小看它 我告訴你 這可都是冠軍玉荷包呢 那麼培育出我們這冠軍玉荷包的 就是我們傑出的青龍 喜倫長 喜倫長 好 今年這個玉荷包 久年一盒都沒吃到 對 今年我告訴你 你這裡像我有看到 我全部要包進來 都給你吃 不然有水傷了 沒有 真的 真的 我超擔心的 我剝一顆給你吃 好 馬上 來... 你知道嗎 去 我來教大家剝玉荷包 好啊 這玉荷包到底要怎麼挑啊 好 我們只要挑選 那種圓形啊 它果實比較厚的 然後比較圓的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採玉荷包 大家以為都要用剪刀 其實沒有 我們採玉荷包 現在已經只要用手就好了 然後我們只要從荔枝的關節 這邊按下去就斷了 所以我們採玉荷包 現在不需要有很技術的功能 你知道你有手有腳 速度快 都可以讓我玉荷包員打工 然後... 但是你剛剛看我採玉荷包 你敢讓我打工嗎 敢 真的喔 對 因為你來打工 我可以賣更多 這倒也是實話 好啦 我趕快吃玉荷包 然後我要教觀眾朋友 大家來剝玉荷包 大家是不是覺得 玉荷包很難剝 我們現在用完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小蒂頭 然後我們的蒂頭 只要從這邊 我們用大拇指 輕輕輕按下去 然後剝開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樣 好像這樣一口也不會沾手 真的 我滿臉 爆漿與荷包 那個汁很多耶 對 沒錯 它剛剛在一剝開 這個汁整個都滿溢出來 噴出來了 甜不甜 汁有沒有很小 好甜喔 我們玉荷包的特色就是 皮薄 肉厚 汁多 汁小 甜度高 你還蠻會講的 對 我要搶你主播的位置 只是我不會爆氣搶 好好吃 超甜的 對 這就是 我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楊貴妃 這麼愛玉荷包 我吃了玉荷包之後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她這麼愛玉荷包 好了 太陶醉了... 太陶醉了 今年玉荷包大概 看起來大樹的玉荷包 是飽下來了 是 可是這個 聽說這產期很短 待了多久 我們產期 今年是從5月20號就開始了 然後可能到6月10號前 就會結束短短不到2次天 而且聽說現在都已經 爆單爆量了 對 所以大家如果要吃過 看給卡丘要快 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訂單已經滿了 如果現在訂 可能要跟我們排隊 如果我們訂單消耗差 辦法再給你們了 不好意思 不要這麼搖擺 不要這麼搖擺好嗎 不是搖擺 我跟你講不管怎麼樣 這一棵樹 那一棵樹 還有這一棵樹 都是我的 通通都給蘇莉姐 好啦 無論如何 其實倫紹真的是有為的青龍 不僅這個玉盒包 它希望能夠把它發揚光大 推銷到國際 對 而且其實你看看 它還做了這個 玉盒包的果醬 還有這個銀耳露 另外其實在我們 今天的爬爬購當中 因為要推廣的是 大樹區的玉盒包 沒錯 所以我也請到我的好朋友 Salee 哈囉 Salee姐好 你們兩個這樣子見面 會分外眼紅嗎 不會 那兩位都是在大樹地區 非常著名的玉盒包的果園莊園 對 我要跟他多學習 我以為你們兩個要大打出手 會不會 你知道嗎 今天超開心的 有倫紹還有Salee 那麼Salee其實 像之前幾年 我們都在你們家 對 爬爬Go 對不對 這個大樹玉盒包 真的遠近馳名 因為品質就是讚 而且是讚全國 產區產量是最大的 然後其實今天Salee也要來介紹一下 其實跟輪哨一樣 其實大家都想把大樹的玉盒包 對 繼續把它能夠發揚光大 除了鮮果之外 我們希望能夠吃到玉盒包的保鮮期 其實能夠拉長對不對 沒錯 所以365天 你要怎麼能夠吃到玉盒包 當然這個輪到這邊 就有我們的果醬 還有銀耳露 Salee今天來介紹你們家的有什麼呢 我們家的有手工蜂蜜的 玉盒包餅乾 而且這個都是手工做的 最重要的是 這餅乾裡面藏的是 玉盒包果乾 這個玉盒包果乾 聽說也很厲害 多少的果乾才能夠做出 好像一斤或什麼 對 平均差不多20斤 因為玉盒包的肉很多 紫很小 對 所以它在烘焙的過程中 它會流失掉很多 來... 輪廚你也吃看看 吃看看 對 玉盒包的餅乾 我看現在 你們這裡 最當令 而且現實的 我們玉盒包的伴手禮 這餅乾很香 而且吃得到玉盒包的味道 最主要是這個果乾 入這個餅乾 整個味道變得其實非常的獨特 而且香氣很濃郁 另外今天 Salee也帶來今年最新的 是這個 對 這個就是用玉盒包去研發的 那個跟龍板石丹 就是東港的龍板石丹 然後一起研發做的膠原蛋白 對 玉盒包 這個是最新的產品 昨天剛做好的 玉盒包的膠原蛋白 對 我看我接下來 就要一口膠原蛋白 對 好餅乾 就是你喝了之後 你說是龍膽石斑 對 龍膽石斑 可是我完全喝不出 任何任何的魚腥味 對 完全沒有 就像果汁一樣 對啊 好神奇 而且好好喝 我覺得 你的這個膠原蛋白 玉盒包的膠原蛋白 再加上你的銀耳露 會是絕配喔 驚嚇最佳的養生極品 真的 真的耶 玉盒包本來就是一個 大補的東西 對 吃了之後原本就是 玉盒包補 然後再加上它的膠原蛋白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都對女生很好 我覺得真的是 看到台灣這有為的青農 這樣子在研發推廣 你說我們不支持他們怎麼行呢 不然他們的心血全部都白費了 對不對 而且很難得的 今天我們還有玉盒包蜂蜜 對 對不對 這個蜂蜜其實產量很少 很少 非常稀有 因為大部分我們都是龍眼蜜 沒有錯 像去年玉盒包全掛了 就一點蜜都沒有 就完全沒有 對 今年也才五成 但是大家現在都在搶單 對 所以你要有這個 玉盒包蜜也很難得 很難 對 所以今天Seline要為我們泡這個 現在我們這裡面熱得半死來 因為輪燒為了減少蟲害 不得不及造了這個往事 不過的確蟲害降低了 品質提升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喝我們的 玉盒包蜂蜜水 冰冰涼涼涼的 對 那Seline先來泡 我先來泡氣象囉 好 好囉 首先我們趕快來看看 其實從上個禮拜下到現在 輪廚 輪廚 你是不是很擔心 這火要再落多久 對 再落下去 我的頭髮 你的頭髮痛 我現在出太陽 我也頭髮痛 也是頭髮痛 你看果農的辛苦 就在這邊了 沒錯 雨下太多也不行 但是雨下過後 這個出大太陽 水果就危險了 對 而且這種大太陽 人家 我們隆民在採蜜汁 又非常的幸福 對 對啊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那麼我們先來看看 昨天一整天 到底下了多少雨呢 事實上 昨天整個降雨 最多的地方 不在南台灣囉 而出現的是在中部 南投的山林溪 午後暴雨的情況之下 南投山林溪很快 就累積了189毫米 是昨天最多的 另外昨天北部 像是大台北地區雨 幾乎一整天沒有什麼斷過 所以累積的雨量 也相當的可觀 有171毫米 那麼透過衛星雲圖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整個封面 是已經一到八十海峽了 所以今天各地降雨的情況 都已經大為緩和 甚至我們大樹這邊 套大就出去逃了 對 我們衣服已經吃兩件了 對 我們的攝影大哥 他這個衣服已經整個擰乾了 又濕 然後再擰乾又濕 已經擰了三遍了 輪照 你看怎麼好好彌補他 這個溫室裡面 真的太悶熱了 然後所以今天來說 各地其實都會是出現一種 實情實雨的情況 那麼上半天雖然有雨 但是其實都比較局部 最主要還是午後的一陣雨 我們趕快來看看了 從雨區預報 我們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今天其實全台各地都或多或少 有下午後雷鎮雨的機會 那麼尤其是各地山區 還有就是包括大台北 桃園 基隆 還有宜蘭要多注意喔 局部不排除會有強降雨 雨勢會比較大 當然未來這幾天的話 今天北部地區 其實陽光偶爾還可以露臉 那麼明後兩天天氣是最穩穩定的 只不過這封面一南壓 今天北部的高溫就沒有那麼涼了 今天就可以上看30 31度 這個週休假期甚至32度 但是更悶熱的還是在中南部 我們可以看到週休假期中部 同樣也是大晴天 但是午後山區同樣會有大雷雨 那麼另外就是溫度上 也可以上看33度左右 南台灣也就是現在高雄這邊 已經好悶熱喔 真的 今天說31度 但是體感溫度都不止 那麼週休假期看起來天氣是穩定了 但是其實清晨也是要注意 因為沿海受西南風影響 還是容易出現一些短暫震雨 那麼東半部來說的話 其實當然局部也是會有一些 午後雷震雨的情況 但是陽光都可以露臉了 最後淑麗要提醒的是 這個美雨過後 趕快來支持我們的農民吧 SELINE的玉荷包 這蜂蜜水泡好了 泡好了 趕快來喝一下 趕快來喝喝 來真的是好熱啊 對 這個時候天氣已經開始燜熱了 暑氣已經開始越來越明顯 喝這個蜂蜜水 其實對身體很好的 對 這玉荷包的蜂蜜喝起來 非常的清甜 爽口 而且就不膩耶 對 完全不膩 所以這個玉荷包 真的是天上掉下來水果 對 非常的清香 適合給貴妃喝的 貴妃喝的 尤其在這個美雨悶熱的季節 其實吃玉荷包 只要不要吃太多 不會太燥 但是對身體 還是非常的有好處的 歡迎大家追隨著熟利的腳步 來到我們的高雄大樹 來吃玉荷包 再把時間交換給家儒囉